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都在了 咱们就可以出发了 我们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看到最多的东西 这也是旅游的一个目的 主要目的之一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欧洲决定转一转看一看 开拓一下视野 然后了解一下国际上面的各种环境 人文文化 巴黎是我从小就想去的一个地方 尤其是F2铁塔 让我的孩子来感受一下欧洲的文化 因为好像文化差异和中国是比较大的 来了之后觉得其实他们的工资水平可能不如国内的高 但是物价却比国内的高 我觉得就是以前我特别羡慕欧洲的人的生活 但是现在我觉得还是自己的国家比较好 但是我现在羡慕的是他们生活的方式 生活的节奏 虽然赠不了那么多钱 但是有很多闲暇的时光去放松云的 关门了 关门了 为什么呢 现在是8月8月的假期 你刚才写的是到8月27号才再开门 所以这七八月份这个巴黎人都说 巴黎人都走了 都放假去了 你说他一个周才35小时工作着 他都觉得干活干太多了 该休假就休假 人家不管这做不做生意这个那都 这是咱没法想象的根本就 那今天卢富宫 有有有有 有 卢富宫肯定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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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博物馆 卢富宫要再关了 去休假也了 这就是 这就看就是什么 这就没人来法国了 就 好 走 走 上车了 走 走 我觉得欧洲 他把以前 他那些的建筑和他的一些国民的东西 保留的就是很多很多 中国好像就是一直在不停地建拆建 在北京重建一个新的纽约 可能要几十年就够了 但是要真的建一个老的北京 可能还要需要几千年的建筑才可以 好 大家觉得这个发展塞工漂亮不漂亮 漂亮 很漂亮 但是很遗憾的是 本来在我们北京也应该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有这样一个花园 但是很遗憾它在1860年被烧掉了 不然的话也是同样漂亮的 而且七倍于这个的大小 而且从景色上来看 要比他们这边还要漂亮 因为我们也有山也有水 所以今天能来到这儿 大家看一下这个 然后对我们的祖国的热爱 它应该更是油然而生的 因为在北京的时候 这种就是满街都是这种野生动物 这种情况很少见 满街都是鸽子的这种感觉 感觉是体现住这个城市的生态环境 以及就是人类比较亲切与动物 在我的印象里 欧洲应该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城市中心 大概应该像纽约一样 就是高楼大厦 但在欧洲可能人们更希望贴近自然 我认为城市中心 尤其是市中心 有些国家 比如说欧盟当中 有些国家可以牺牲一些环境 来加速城市发展 法国虽然欧式建筑看起来特别美丽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高楼大厦耸立着 就像北京的市区一样 因为我可能从小脑海里就觉得 高楼大厦临次之彼的感觉 就非常有存在感 如果我要是给我的同学发照片的话 只能选一张的话 我会发欧洲这边的蓝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